路口車輛停等紅燈 女子小心翼翼踏上白馬線 準備小跑步通過 沒想到下一秒坐前方一道白光湧現 嚇得她一個劍步往馬路逃竄 發生什麼事畫面放滿再看一次 當時白色休旅車拆下油門 沒打算要讓人還差點撞上對象 右轉車企圖搶盪 駕駛差點撞到人不但沒道歉 還先生奪人 腰下窗戶開碼 認為是對方的錯 轉彎本來就要結束了 有些人是習慣性開車本來就是很快 趕時間倒不是真的是重要的它的因素 事發在彰化中正路及周密街口 陽性駕駛搶快過完 當機馬路惡霸引起公憤 有網友嘲諷轉彎慢一點 是會被黑白無償抓走嗎 還有人直接點破 這跟A柱無關 就是個切西瓜慣犯 就是顆路上的不定時炸彈 這個汽車違反該條款的 會將處最高6000元的罰款 並計違規點數3點 也必須接受答案獎席 違規事實明確 警方調查雙方都沒有闖紅燈 所信女行人今夏間犯一塊 及時躲開閃過一劫 警方接獲監據駕駛違規屬時 將重罰6000元 明星新聞李文華彰化報道